同學們來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nie 上禮拜的聖誕節大家都有玩交換禮物嗎? 我們今天想要來談談交換禮物裡面的數學 為什麼千萬不要跟數學好的人一起玩交換禮物呢? 當然不是在講每次在教機率的時候 老師都會說的什麼先抽後抽機率是一樣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啦 我們今天要來大揭秘 怎麼樣才能抽到自己想要的禮物呢? 那在開始講這些數學之前呢 第一個我們想要先介紹一下 我覺得蠻有趣的交換禮物的方式 那第一種方式呢就是 國外比較流行的像小天使小主人這樣子的玩法 就是在玩交換禮物的事前 我們先抽好籤 那這個抽籤你會抽到一個人名 這個人名呢就是你要送禮物的對象 所以我們會知道我們要送給誰 但是我們不會知道誰要送給我們 然後你在依這個人名 根據他平常的喜好 為他挑一個禮物 那如果你們夠熟的話 你應該就會先知道他的喜好 那就比較容易鄭重紅心 那第二種玩法呢 是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玩過的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這種玩法呢就是跟一般的禮物一樣 我們是先準備好禮物 然後帶去現場 那幫禮物編號之後呢抽籤 第一個人抽起籤之後呢 他就會當場打開 然後把禮物拿出來 然後第二個人在抽籤的時候 他拿到禮物 他會在拆之前呢 他可以決定他要不要搶奪第一個人的禮物 所以他可以拿走第一個人的禮物 讓第一個人去拆他的禮物 也可以就是不要交換然後拆自己的禮物 那這樣子玩的話 因為我們會當場有一個這樣子搶奪的活動 可以增加趣味性 那可能也比較不容易出現一些奇怪的地雷 然後第三個人同理啊 他就可以選擇他要不要搶第一個或第二個人的禮物 還是他要自己拆自己抽到的這個禮物 然後一直玩到最後一個人之後 所有的禮物都被拆開了之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樣對第一個人好像不公平 所以我們所有人拆開禮物之後呢 第一個人還可以選他要不要搶其中某一個人的禮物 然後 當然是有限制搶奪的次數啦 我們是限制每個禮物最多只能被搶兩次 不然如果沒有限制的話 就好的禮物從頭被搶到尾了 所以每個禮物搶奪的次數是有限制的 就是比一般的交換禮物又多了一些趣味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聊一聊我們平常比較容易遇到的玩法 那通常呢我們會幫禮物別人變好 然後大家就抽那些號碼 抽到的簽對應的號碼就是你的禮物 但是這樣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可能你會抽到自己的禮物 那如果我們抽到自己的禮物要怎麼辦呢 有一種解決方式呢 就是我們會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 那我們就全部簽丟回去重新抽 可是其實啊 這種幾率大家覺得搞不搞 這種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的幾率其實蠻高的喔 如果我們是兩個人玩的話 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的幾率就是50% 因為我們總共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兩個人都拿到對方的禮物 或者是兩個人都拿到自己的禮物 所以幾率是50% 那如果我們三個人參與這個遊戲呢 那三個人參與這個遊戲的幾率呢 就是這樣子 四個人 五個人 最後呢這個 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的幾率 會慢慢趨近於這個 1減掉1分之1 這個下面這個1呢 是油拉數 其實還蠻高的 也就是你每次抽籤就會有六成的幾率 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 然後就要整局重抽 所以呢 為了避免我們在換禮物的時候 就一直再重抽 所以有另外一種解決方式 就是當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的時候 立刻把籤丟回去 重新抽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 我們就立刻丟回去重抽 這樣的幾率其實是不公平的喔 那也就是數學好的人就可以在這裡操作 動手腳了 我們以三個人為例 我們假設參與遊戲的這三個人分別是A B C 然後由A開始抽 A在抽的時候呢 他只有可能抽到C跟B 因為如果他抽到A的籤 他會立刻丟回去 然後重新開始遊戲 直到他抽到B或C為止 所以抽到B跟C的幾率呢 是各二分之一 接著換B來抽 如果A今天抽到B了 那B呢他就也是兩種可能 他可以抽到A或是C 這兩個的幾率也是各二分之一 如果A抽到B 如果A抽到B B抽到A 這時候C呢就會拿最後一張 但是這張是C 也就是這個情況下 我們整場遊戲會重來 因為C已經沒有辦法繼續 放回去重抽了 那如果B抽到C 這時候C拿最後一張 他就會拿到A的 因為他如果抽起來是B的話 那這個情況是可以的 我們走這一條路徑的幾率呢 我們走這一條路徑的幾率呢 總共是前面的 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這條路徑的幾率是四分之一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如果A抽到C 這時候B只有一種選擇 他一定會拿A的籤 然後C就會拿 剩下的那一張就是B 那走這一條路徑的幾率呢 是 二分之一乘以一 所以走這一條路徑的幾率是 二分之一 然後大家會說 可是這加起來的幾率不是一耶 不要忘記你上面有一個 BAC的這一條路徑 這條路徑的幾率也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我們這樣子玩的話 會有四分之一的幾率要重抽 然後四分之一的幾率重抽 就會繞回 重新來 進行一次遊戲 這個其實就跟我們之前在講 奧式滑法裡面的 數學的時候是一樣的 你這四分之一的幾率 會重頭再玩一次這個遊戲 那你又會有四分之一的平方的幾率要再重頭玩一次遊戲 所以一直不斷的這樣子繞圈之後 我們會發現 A拿到B的禮物 B拿到C的禮物 然後C拿到A的禮物 C拿到B的禮物 這種結果 這種結果的幾率是 不一樣的 那聽到這裡大家應該已經發現了 這樣子的解決方法其實不公平 所以數學好的人或是已經知道這個結果的人 其實可以從中操作 然後得到自己想要的禮物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會有人抽到自己的禮物 然後 又公平的方法呢 我們在這邊提供一個給大家 例如我們可以 先隨機亂述 我們參加的人 然後每個人抽一個號碼代表自己 然後接著呢 我們把這個專屬於自己的號碼 都拿出來 然後重新洗牌做直線排列 然後每一個人 就送給自己的這張牌 自己的號碼 右邊的那個人 那我們這樣就絕對不會抽到自己的禮物 而且對每一個人來說幾率都是一樣的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告訴我們還有什麼其他有趣的交換禮物的方法 或是其他非常公平的交換禮物的方法吧 那我們今天就送到這裡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還有新年快樂 掰掰